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一把 后面就碰碎了 这肯定不会碎啊 不玩了 咱们 走吧 这就是骗人的 骗人的 啥玩意儿啊 走吧 来来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好玩的鸡蛋碰石头游戏啊 碰碎一个给五百块 这明摆的就是赚钱的游戏 千万不要错过 哎 美女 来来来玩一把 来玩一把 我给你 这什么游戏啊 鸡蛋碰石头啊 碰碎一个给五百块 鸡蛋碰石头 我看你好像有点面熟啊 上一次我干这行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你来砸的 我的排场 走吧 走吧 这游戏不让你玩 为什么不让我玩啊 就不让你玩 我给你钱啊 我有钱 不让我玩啊 你那不是鸡蛋碰石头 他 他们怎么玩 我也怎么玩 我给你钱啊 不 行行行行行行 一百 我转给你 就玩一把啊 赢不赢 你就玩一把 好了 我要选一块石头 直接碰吗 直接碰 直接碰 快点 动得利索点 呀 鸡蛋碎了 不是鸡蛋碎了就得给我钱吗 哎呀 小姑娘啊 仔细看啊 仔细看这刷刷刷刷 鸡蛋碰石头呀 碰碎一个给五百呀 碎了呀 你再仔细看看 鸡蛋碰石头 碰碎一个给五百 意思是就把石头给碰碎 石头碎了吗 把石头碎了吗 把石头给碰碎 这石头没有碎啊 嗯 行啊 你这玩也玩过了 那我再玩一次吧 哎 你玩什么呀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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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我做的姿势不对 我换个位置做的 我再玩一次吧 我给你转钱 来吧 好了 我再玩一次啊 你再给我一个鸡蛋 不要这个鸡蛋 这个鸡蛋上有鸡屎 然后换一个干净的 碰个鸡蛋还这么紧 哎 这个没有了 换个位置做的 这 这 这个位置 烤了啊 哎呀 鸡蛋又碎了 碎就碎了吧 啊 行了 就两把也玩玩了 走吧 不行啊 哎 我今天 是不是我 低气不够人 这 这为什么不会碎啊 我还要再玩一次 这个 算了算了 我不玩了 你还没 别着急走啊 你说不定再碰一下都不碎了 来 再玩一把 再玩一把 最后一把 肯定能碎 好了 来吧 给我鸡蛋啊 你给我鸡蛋啊 这次要换一块砖头 那个砖头太倒霉了 好啊 好啊 碎了 我叫碎了 你 你搞笑呢 啊 你这是把砖给砸碎的呀 你不是说碰碎了就给钱吗 给钱呀 这是把砖给摔碎的 就是碰碎了呀 怎么不碎了 砖碎了没 碎了 鸡蛋碎了没 碎了 那是不是碰碎了 那为什么不给我钱 我就说碰见你我就是倒霉 我就是倒霉 我就是倒八倍的写霉了我 那我不管 你不是碎了就给钱吗 你给钱呀我 我真是遇见你早上倒了八倍就想没了 我走了 别走呀我刚刚说的你不让我玩 谁跟你玩了 为什么不让我玩了 你找我过来什么事你说你做了也不说 我这还着急打麻将呢 都给你喊过来 妈你怎么别出去打麻将呢 天天就是打麻将都不知道照顾我跟宝宝吗 不是 你跟我孙子这间间坑坑的有啥好照顾的呀 你打麻将重要还是你的大孙子的重要 我这一天就出去打这一会儿 哎 我这除了打麻将这不一天都得照顾你吗 好了别说了我得去做产检呢 你给我六百块钱 我这六百块钱 对呀 做产检哪样这么多呀 你再说了 这孩子这么健康做什么产检呀 这不还早着吗 还有一个月呢 那肯定是要提前去做呀 你给我钱吧 我告诉你啊 没钱 就一百块钱你还要不要 一百块钱 你想气死我呀 一百块钱都不够我来回打车 是非呀 你还打车啊 不是你说你这行动也能走 也没什么缺憾呀 这还打车去 咋的呀 你还想要今天今天呀 不行我得打车 我也得为孩子的考虑 一百块钱也不够啊 一天天的我儿子赚钱也不容易 你哪那么多事啊 不行了 你给我一百还不如你别给我了 那你就别要了 你 对了嘛 今天还有别的事要跟你说呢 你看 咱隔壁家的那个方方 你真家怀孕 你看都抱到那个胎药包了 我也得给孩子抱一个嘛 是不是得为孩子前途考虑考虑 抱什么抱呀 你这不要跟别人拍比 比什么比呀 那种都是孩子不健康才去抱的 这我孩子 我这大生子健健康康的 天天给他抱这抱那的 哪那么多事啊 妈你这是什么都不知道呀 就知道打麻将 你还不知道 现在抱胎药包的人特别多 胎药呀是对孩子的发育有帮助 我对孩子的以后的大脑开发啥呀 都可以有帮助了 你到底给抱不给抱呀 这可是我你的大孙子呀 妈你倒是给钱呀 我说的没钱 就 我那边还打着麻将呢 你在那吵吵吵吵就为这点事 啥子 你倒是有钱了 你给钱给呀 没钱 没钱 咋的 看我不告诉老老 老老呀 哎 怎么了老婆 把我气死了 你看妈又把我给气死了 她又去打麻将去了 妈你俩又生气了 她就知道欺负我 她把我气死了 要钱全年也不给 抱胎药包还不给 气负我了 我觉得心情不好 行老婆我马上回去 好了老婆 老婆你回来了 何代愚 妈又欺负你 他就跟我知道打麻将 我问他要钱去拆监 他说我当我那打麻枪了 他就给我一百 给一百 妈 哎来了 挖 这怎么了 鸡鸡妈妈大 妈 我饭还在锅里坐着呢 你跟我说清楚 你是不是又欺负带约了 我哪儿欺负他 你少在那狡辩 你不知道他怀着孩子 那做孕检 你就给他一百万元 我平时给你的钱 你都去哪儿啊 就知道我哭 我哪儿欺负他了 他要给孩子弄什么胎教 早教 你说咱们我这大孙子 建立刚刚的 办什么胎教啊 你儿子你赚钱也不容易 我就是不想他 我赚钱不容易 你还知道我赚钱不容易 你拿到的钱出去打牌 你还知道我赚钱不容易 我一年能赚几个钱 我一年挣了又十几万块钱 你呢 一年能输掉个八九万 都快输掉一辆车了 你还在想 你还在这心疼我赚钱 妈就是不想 他老板 妈就冤枉钱 你向我保证 以后不准出去打牌 不打就不打 不打就不打 我告诉你 以后不准的去过黛玉 以后 我每天下班 上班 我不定时的 啊 回来检查 慢点 欺负他了 妈就是 得了吧 行 黛玉别哭了 大伙我带你去医院 终于咱俩哭了 行了 你去顿鸡摊了 你们小年轻的事 以后 我不管了 黛玉别跟妈一般计较 她呀 这种人 一辈子 就是这样 啊 好的老师 她这里都要跑啊 行了行了 咱俩啊 赶快去医院 随便把她要的钱给交了 那